为鼓励新兴学子在求学过程中辛勤努力 台北府城隍庙每年携手松山区民俗会 以及松山区公所共同办理奖助学金 期许获得奖助学金的孩子们 未来长大成年在有能力的范围内 可以回馈社会延续善的循环 帮助更多新兴学子 台北府城隍庙每年都有办法奖助学金 那就是一年有两次 就是要鼓励我们这些新兴学子 在求学的过程中能够给了一些奖励 那我也希望就是说 各位今天拿到这个奖助学金 你也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因为你拿了之后这是你努力所得到的 首先恭喜我们同学 我们同学的程度不管说在学业成绩或是超性 都很优秀 有达到一个标准 那我也希望我们同学在学校学业能够进步以后 出社会以后能够在社会上能够有所奉献 然后围抵这个社会 颁奖典礼中是议员 我想我们不能再被福城隍一期以来 就是从刚刚会议人讲的 其实非常的不容易 一年会办法两次的这样的一个奖助学金 那我希望今天在场所有受奖的这个同学呢 我们今天总共79位受奖 一共办法了19万多 将近20万每个金额 那也希望大家 如刚刚会议人说的 这是一个善的循环 大家现在在自己的老外相很好的读书 之后呢 这个用社会信号 怕走不退社会 颁奖典礼中 市议员詹维园 秦慧珠 以及民进党台北市党部主委 张茂南等贵宾 也到场给予获奖学生鼓励 台北普城华庙 一年发两次奖学金 我以前住的地方 结果找不到这么好的一个单位 可以一年发两次奖学金 那以前学生的时候 我拿到奖学金 是我的小学习 这样多增加点利用 但我觉得很重要是 拿到奖学金 就是鼓励这位 认真向求学跟操心部署 才拿得到奖学金 二十年来 第一次接受我们清函 或者是说我们的奖学金的孩子 现在可能都已经有很大的成就了 各位在这个求学的过程中 可能将有一些困难 但是呢 经过了一段努力 我相信凭着大家的努力 或者你的父母亲 也许度过的困难 大家都可以有更好的发展 各位今天来到这里 我们感受到 这个 受人点滴 以后就是淫水失业 因为每个人都有年轻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很弱势的时候 当我们成立优秀 而且能够得到社会的关注 其实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善的循环 松山区长游竹萍表示 非常感谢台北府城隍庙 长期提供奖学金 并提供完善的颁奖场地 鼓励优秀学生 富有积极学习力与上进心 也期许同学们取之社会 未来也能用之社会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missed part 没有 你们 Ap 我们